弟兄姐妹平安 马可福音16章16节 耶稣对他的门徒说 你们要到全世界去 向所有的人传福音 心而受洗的必定得救 不信的必被定罪 17节 信的人必有神迹其事 随着他们 就是奉我的名赶鬼 用心方言说话 用手拿舌 喝了什么毒物也不受害 手按病人就必好了 主耶稣向门徒说了这话 就被接到天上 坐在神的右边 门徒出去到处传扬福音 主和他们同工 借着相随的神迹 证实所传的道 感谢弟兄姐妹 感谢主 弟兄姐妹你相信 耶稣所说的话吗 基督徒是不是应该 全部相信 耶稣所说的每一句话呢 没有争议吧 昨天我们收到一个 我收到一个德州来的 一个姐妹 我们教会的德州一个姐妹 她给我有美好的分享 她说信主这么多年了 有的时候对神的话 真的还不是完全相信的 说前段时间她就说 向神说主啊 我就是信的人 说信的人必有神迹奇失 随着我印证我 传的道 也就是我可以说信方言 她就向神祷告 主啊 我是相信你的人 请把那说方言的恩赐给我 当她这样认真在神面前的时候 她说很奇妙 她的她就可以说出来 新的方言 是她原来没有说过的 耶稣说信的人 必有神迹奇失 后来她跟我说 她的爸爸 85岁的一个 原来中共的党员 已经决定 要相信耶稣基督 而且呢 她的妈妈 也要相信耶稣 并让我为他们能够受洗 施洗 感谢神啊 弟兄姊妹 相信神的话 接受神的话 宣告神的话 神就把神迹奇事 印证我们所传的道 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 Amen 感谢赞美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